大家好 建兰也叫四季兰 养的好的四季兰可能一年能开四次花 那么养的一般的四季兰也能开两次花 我这颗四季兰已经开过了两次花 接下来就是要开第三次花了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四季兰孕育花蕾的时候 所以我们想要四季兰能够转时的在11月开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给它多做几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给它补肥 因为只有充足的零元素才能让它这个花芽分化的快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一些高磷高甲的肥料 比如说这个零酸热青甲 而且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肥料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对于兰花吸收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零酸热青甲的话 就需要一克的零酸热青甲 然后兑上1200毫升的清水给它搅拌均匀 15天到20天给它浇灌一次 那么我们给兰花施肥最好选择在晚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用清水给它再浇灌一次 冲洗掉多余的一些肥份 避免它出现肥害 那么我们给它灌根的同时 用这个零酸热青甲堆水 也给它喷湿一次这个叶片 我们给它喷湿叶面肥的话 最好是5天左右给它使用一次 也是在晚上使用 而且使用之后第二天用清水 再给它喷湿一次 避免这个肥份残留在这个叶片造成肥害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们要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 还有适当的给它控一下水 让这个植料有点偏干管理 这样的话有利于它这个花芽分化 好了 这就是斯基兰这段时间 雅虎的一些技巧 能让它准时开花 我们下一次再见